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盛产季节 所以你看到现在到菜市场 或是超市 量饭店 你都会看到一袋袋漂漂亮亮 白白胖胖的角白笋 那一般我们在做角白笋料理 要么是烤肉 直接烤 或者是清炒 那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 角白笋来做浓汤 这样子不止营养百分之百完全吸收之外 你又可以学到不一样的角白笋料理 那做法其实很简单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先把所有的料拌炒之后呢 再下去用菌汁机或果汁机打成泥状 下去煮浓汤 那今天的浓汤 用最天然的这个淀粉 就是马铃薯 不加任何的粉类 来做一个勾芡的动作 好 那我先将这个角白笋去壳 现在市面上也有卖 已经去壳好的角白笋 当然你也可以买那个回来做 只是我个人是喜欢这种自己现剥 因为我总觉得有带这个可保护的角白笋呢 它的鲜甜味比较容易保留住 它香气也会比较香 来那角白笋的表面 有一些比较粗纤维的地方 薄薄的把它削掉 每个人买到的角白笋 它的状态会不太一样 如果你有看到这些 我会建议你把它削掉比较好 角白笋呢 切滚刀块 或是直接切块状也没关系 因为等一下要炒过 来 记得喔 角白笋的底部要把它切掉 把颜色比较黄的地方切掉 切到最后一根角白笋 从它的底部切薄片 等一下这些薄片 就是浓汤煮好之后 会要混在里面的 记得可以切越薄越好 切薄一点 然后呢 等一下跟浓汤一起最后煮一下 一起吃 那个口感非常好 再来拍一点蒜头 这个蒜头 就是等一下在炒料的时候 在里面增加它的香气 那等一下这个蒜头 我会教大家怎么炒 然后炒到什么程度 这样子你的浓汤煮出来 蒜头它的味道不会太突兀 反而在里面是神来一笔的美味 因为要做浓汤 这个蒜头的头啊 这个地方把它削掉 才会影响口感 因为这个比较煮不烂 再来是洋葱 那洋葱呢 也是切小块状就好 我这里用一点马铃薯 因为我要靠马铃薯 它天然的这个淀粉下去煮 它会糊化 就形成天然的勾芡 来那马铃薯也是一样切小块 等一下也是会炒过 这就随意切啦 因为等一下这些全部都要打成泥状 好 再来把料炒香 锅子稍微预热之后 这里你要用橄榄油 酪梨油或者是你喜欢的任何的蔬菜 或是植物类的油都可以 那我今天用的是这个酪梨油 我这里用的是大概一大匙 因为要做浓汤 我会建议就是瓶子好一点的油 来辅助让这个汤的口感也会更好 来 那刚切好的这些料 蒜头先下来 蒜头下去先炒到金黄色 这个金黄色很重要 如果蒜头你没有炒到金黄色 第一 它香气不会出来 第二 没炒出香气的蒜 你融在这个浓汤里面 基本上它是没有任何的辅助的作用 所以很重要 蒜头一定要把它炒到金黄色 蒜酥的香气出来 再把其他的料倒下来 好 像这样子金黄色对不对 把所有的刚刚切好的料全部倒下来 来 这个下去我就会转大火的 开始炒香 来 炒到上色了 好 这个时候转小火 来 两个秘密武器 第一个就是奶油 然后你用这种无盐有盐都可以 奶油先放下来 来 为什么我说要转小火 奶油下去火比较大 好 不然它容易变黑 等一下你的浓汤起来的颜色 就比较不好看了 我们主要是要让它味道有出来就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今天用的是鸡胸肉 把鸡胸肉直接放在锅子的中间 稍微用小火煎一下 这样子鸡胸肉也可以 所以刚好吸收一下这些料的香气精华 还有奶油的香气 来 鸡胸肉下去用小火 每一面各煎 两分钟表面煎略熟就好 它会呈现三分熟的状态 这样子就可以了 来 这个时候把800cc的水加下来 好 再来是第二个秘密武器 蛤蟆 在熬汤的时候也全部加下来 我要让它天然的鲜味 还带一点点的咸在这一个浓汤里面 所以等一下调味很简单 只有加盐 还有我等一下会加一点点的味蕾 所以这个浓汤 除了我们在喝这个角白笋的香 它的淡淡的这个香气 还有它的营养之外 你也可以喝到满满的天然鲜味 好 那我们开始调味 白胡椒粉三分之一小匙 喜欢辣一点你可以多加一些没关系 盐1.5小匙 味蕾一大匙 没有味蕾的朋友 你可以用少许的冰糖 或者是不加都可以 那现在滚起来对不对 来 转小火 从刚刚水一倒下去转大火 大火滚了之后转小火 总共的时间你就抓煮5分钟 5分钟后 你就可以把这个鸡胸肉捞起来了 你不用担心这个鸡胸肉会太老 我这个时间帮大家算过 鸡胸肉先放旁边 因为等一下它还有用途 这里的汤继续熬 我跟你讲 这个大概要在小火煮个8-10分钟 你一定要把食材煮到有点软 再来最重要是搅白笋 等一下你均质鸡在打 或者是果汁在打 口感质地也会比较细 在这个过程 你尽量的搅拌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尽量的搅拌 蛤蟆才会跟壳分开 好 那这里汤继续熬 然后我们来切鸡胸肉 鸡胸肉先直接破对半 这个熟度刚刚好 鸡胸肉的部分 我个人我是会切小丁 你要切片状 条状都可以 看你自己喜欢的口感 像我就是 喜欢切小丁 想要让它在浓汤里面的口感比较好 来我这个汤料 我已经小火煮了十分钟 十分钟后它会像这种感觉 汤变灼 因为里面有马铃薯啊 还有奶油 再来它的香味甜味 都会融合在这个汤里面 那现在我要来打 打的方式会有两种 一种就是跟我一样用这种 均质机搅拌棒 这个其实现在非常好买 网路啊或者是全国电子啊 参坤都买得到 加入福也买得到 那另外一种就是你用果汁机 但是用果汁机的朋友 记得一个重点就是 你一定要放到凉再来打 那均质机你可以稍微热打 没关系 就直接开始打了 好完成 那打好的这个浓汤再倒回来 好倒回去之后来 转中火把 刚刚的这个鸡胸肉再倒下来 然后还有脚白笋 刚切好的脚白笋片 这两个下去之后 搅拌均匀 你煮到让它滚起来就可以了 刚刚我跟大家讲 这个脚白笋你把它切薄一点 下去很快就熟了 像这样子有滚了对不对 这样就可以了 关火 可以盛盘 那我自己喝浓汤 我喜欢撒一点西式的香料在上面 再来我最后会点缀一些 酪梨油 这个就看个人口味了 不喜欢可以不用 那我自己是喜欢这种感觉 我点一些在上面 好了今天的脚白笋浓汤完成了 不管是早餐或下午茶 烤个法国面包沾着吃 非常棒 你会喝到满满脚白笋的香甜浓郁 让这一碗脚白笋的营养 可以更直接的吸收 脚白笋浓汤你学起来了吗 每天晚上你也买回来试做看看 做一下不一样的脚白笋料理吧 上菜